A.S.C.P.070 、Ironwings 、Gong-E、Sum等級Safe 都送措施 A.S.C.P.070被送在一個10公尺×10公尺的鋼筋混凝土房間 并時刻被守衛看守和遠程監控 這個房間必須儲藏足夠多的防腐食物和水 詳細項目名單參與有文件070GEC 以及提供給原型SCP的基本設施 被分配到SCP070的安保人員 除基本裝備外,還需要配備粘性泡沫槍 SCP070使用間的結構完整程度 需每天檢查兩次 如發生過度的結構破壞 SCP070将被剝奪行為能力 並移動到附近一個如上所述的備用使用間 如沒有現成足夠兼顧的鋼筋混凝土房間 SCP070可以暫時送在一個較兼顧材料製成的小牢房中 直到另一個收容間準備好 經要求可以給SCP070一些震驚器和止痛藥 但不得多於督忙博士規定的最大用量 以任何理由進入SCP070收容間的人員 不得攜帶武器 並需穿著抗刺穿防彈衣 武裝警衛必須守在外面 並保持在SCP070的視線外 如果收容因夢遊而失效 安保人員需要向管理員發出警告 把食物和水放在SCP070的路径上 並在SCP070周圍空出一個半斤25公尺的區域 在其他收容失效的情況下 如果SCP070在夢遊期間變得暴力 安保人員有權利使用粘性泡沫阻止SCP070 必須注意不能使SCP070窒息 因為SCP070對於傷害或攻擊會產生暴力的條件反射 如果可能的話 安保人員應該盡量避免使用致命武器 或其他能傷害到SCP070的東西 描述 SCP070看上去是一個印第安協同的人類男性 有著普通的外表 除了他後背伸出來的一對生鏽的金屬翅膀 每個翅膀有扁平的金屬條組成 金屬條大約6公分寬 由旋轉鉚釘手尾相連 使腳接式的金屬條總長度超過兩公尺 掛在這些金屬條上的是長度不同的鏈子 每個翅膀上有22條 每條鏈子的頂端有帶稻刺的箭頭 SCP070除了這些翅膀似乎沒有其他異常特性 SCP070的翅膀似乎獨立於他們依附的人之外 並且SCP070一直在聲明 他無法控制這些翅膀 然而當翅膀受到傷害 SCP070有勝利痛苦的跡象 包括出冷汗、面色苍白以及痛苦身影 這些翅膀被觀測到會收起和展開 鏈子快速地甩出並抽打 單個或同時都有 並將箭頭刺進混泥土、木頭和類似的物質中 SCP070目前還會對安保人員表現出公然的敵意 但他通常會對感知到的威脅做出劇烈反應 用他的鞭子猛烈其打攻擊者 以防禦的姿態來將鏈子環繞身體 最有效的緩和方法已被證實是黏性泡沫、非致命性武器 這種方法可以可靠地在安全距離外 將SCP070的鏈子控制住 儘管外表生鏽 SCP070的翅膀和鏈子和高品質和金剛一樣堅固 然而它們也和鋼鐵一樣致命 SCP070因翅膀的重量 而無法像一個正常人類一樣活動 至今為止 SCP070原不能或不想用這些翅膀去協助人體的運動 SCP070大多時間都將自己釘在牆上或天花板 通常是在被鎮靜的情況下 附路070之一 事件070之一 在凌晨3點36分的時候 SCP070破壞了這種事 考慮到SCP070似乎在睡眠中 安保人員被命令不去打擾SCP070 並撤離其他人 通過甩動並將鏈子的毛 盯進它附近的牆面及天花板上 SCP070能將自己似乎仍然在睡眠中 直接送到賽 SCP070破門而入四號食堂的食品倉庫 並開始狼吞虎淹了許多食物和水 將近19分鐘過去後 顯然是滿足了 SCP070回到了他的手中間 SCP070似乎從未醒來 SCP070後來對這件事表示毫不知情 附路070之二 人無背景 採訪顯示SCP070名為 能夠正確背送相同名字和年齡的美國公民的社會安全號碼 SCP070聲稱是基奧瓦族和 的語言 SCP070聲稱不知道翅膀是怎麼來的 只記得在前一天晚上吃了很多烏魚玉後 在一個飛雪場醒來就帶著他們了 以上就是SCP070 簡單來說SCP070是一個有印第安協同的男性 背後有金屬條和鏈子形成的翅膀 鏈子末端有尖銳的箭頭 能釘在物體上 SCP070本身無法控制翅膀 但在受到威脅時翅膀會自動攻擊 文檔最後提到的烏魚玉是一種仙人掌 長這個樣子 還有一種特殊的生物件 會使人產生幻覺 美國原住民會使用烏魚玉作為儀式及醫藥用途 這支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喜歡這支影片 記得幫我一個喜歡 不喜歡的話就不喜歡吧 希望我做什麼SCP後的主題 可以留言告訴我 就這樣 掰掰